作词 李宗盛 十三月道经 第十六幕 经文第四行叹息 无根庄严固 身心坚固 精勤飞泄 常无遗忘 欺然调顺 断住烦恼 这一段是说 如果我们将十善业道落实在五根 就能够得到下面四句的殊胜利 身心坚固 我们现在修学迫切需要的 精勤不屑 也是我们向往的 常无迷忘 这是智慧的现象 既然调顺 这是真实的功词 这个谷断一切烦恼 五根 有五种 所谓是根 什么叫根 世尊 世尊在此地 是用比喻说的 如同植物 他有根 他就能够抽芽 他就能够成长 开华 结果 那么佛说呢 信尽念定会 这个五条 是 无上菩提的根本 如果没有这个根 我们怎么修都不能成长 这五条是有顺序的 有先后次第的 第一个就是信 第二个是精进 没有信 哪来得进 没有进 哪里来得念 由此可知 华言经上说 信为道言功德 掌扬一切 诸善根 这两句话说的有道理 说的一点都不错 那么念佛 古来的祖师大德 跟我们讲 尽忠三个条件 三子两 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不具足 纵然 一天念十万圣佛号 也只是个 西方净土 借一个善行 这一生 决定你不能往生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啊 这三个条件呢 第一个就是信 第二个是约 第三个是信 所调一切我 修一切善 老师念佛 古人有说 老师念佛是正行 断我修善是住行 这个话讲的 也有道理 可是更重要的 连持偶叶大师 都教导我们 正足不二 正足双修 不要把这个住修看清 我们才会有成就 三自良 第一个既然是信 信什么 教下一板蛇 信主地理 信人要欲 与一切真理 这个地理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真理 真实的道理 你要相信 信下面一个叫人 人这个字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肯定 我信了 但是还不能肯定 这个信不能算是根 你有信 这个信没有根 不但要肯定 还要爱好 你相信了 你肯定了 你不喜欢他 那有什么用处呢 到了很喜欢了 很喜欢要不能把它落实 还不叫做根 就幕后有个欲 欲是欲望 把它变成自己的欲望 你说我们今天 以尽头来说 我们信阿弥陀佛 我们信极乐世界 我们信之后 我们心里肯定 爱好 确确实实 变成自己的欲望 我一定 想生极乐世界 一定 习求 清静阿弥陀佛 这个信才叫有根 如果没有一个强烈的欲望 想求生 想清静阿弥陀佛 你这个信没有根 虽有信没有根 由此可知 古人讲 念佛的人都往生的人少 我们不就明白了吗 为什么往生人少 念佛法门的人 我们知道 他都信 但是能不能肯定呢 不一定 举最明显的例子来说 我们今天修净土 一无量受精 汇集本来 在台湾 在中国 有一些人 对汇集本提出质疑 于是 很多念佛人 信心动摇了 那就是 他有信 他没有人 那下面两个字 当然动摇了 如果没有别人 提出意义 也许他这个信 慢慢能够培养成 一能往生 那这些提出意义的人呢 把这些人的善根 破坏掉 所以诸位要晓得 这些人 破不了佛法 也破不了善根深厚的人 只有善根 那被他全部破坏掉了 用善根深厚的人 他有根 他性有根 他不会动摇 说得再有理 他也不会动摇 你想 善道大师 在这个 《观金四帖书》 《上评上申章》里头 说说 汇集所揭露的经文 字字句句 是佛说的 不是汇集 这个人说的 字字句句 都有来源 都有根据 都是一句 无根 云一本 揭露下来 对吗 那哪里有错 假如我们对汇集本 真的产生怀疑了 我们可以不用这个汇集本吧 我们采取原意本吧 众生根性不相同啊 所以佛度众生不是一个发门 无量发门 所以为什么说这么多发门呢 为了适应众生的更新 那么哪样 哪个发门 适合我的更新呢 我看了能生欢喜心 我能看得到 这个对我 这个对我 就有缘了 对就能够 取和我的根基了 所以现在 世间流通的 无量寿经 一本 汇集 借教 总共有九个本子 九个本子 多好 要记住 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 发门 平等 无有高下 汇集 是佛说的 即使 不是佛说的 只要符合 佛的发音 佛统统承认 他是佛集 你看看 佛的心胸 多么开阔 所以 诸位都知道啊 这个佛经 有五种人说 佛只是 五种里头的一种啊 有弟子说 有先人说 只要说的 符合佛的发音 佛的发音 是什么呢 这我们同学 都知道啊 孝尘 三发音 无常 无骨 涅槃 大臣 大臣 也发音 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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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所讲的是 宇宙人生真相 诸佛如来所说的 也是宇宙人生真相 那怎么不是佛经 佛教我们 利益且妄想分别执着 信心 是我们自信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 信德 我们凡夫 迷失了自信 信德 不能现前 佛菩萨来帮助我们 启发我们 让我们恢复 信德 帮我们 宁心 借心 于是我们才真正能够 体会 觉悟 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理 信根 是从这个地方生 凡夫之人 佛常讲 上上根人 他烦恼亲 对于佛所说的 他一接触 就能够身心 上根了 另外一种呢 下下根人 也有好处 他虽然没有智慧 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 过去身中啊 有深厚的 善根 上根佛得 他与善知识教 他身心 会 我们一般叫老实 下下根人 是指老实 他不会 他相信老实 相信老实 有得行 有智慧 相信老实 决定不欺骗众生 所以对老实的话 完全相信 没有一丝毫 疑惑 这种人 又容易成就 我们读书 看到 书本 记载 过去的修行人 如果我们留意 看看眼前周边的 这些修行人 真正 有成就的 修祈祷的法门 我们接触比较少 修净土法门 我们接触比较多 你看我们看到很多 往生的 瑞相 稀有 再仔细打听 观察一下 这些人 都是老实人 都是对于经教 身心不欺 一教 修行 他才会有 这样殊胜的成就 佛家常说 三转法门 这些人的往生 这些人的成就 叫做正转 他给我们做了正义 随佛法 修学 能不能有成就 你成就有多大 关键在信心 你的信心 愈坚定 你的成就就 又大 如果你信心 有了问题 半信半疑 你在这个法门 不会有成就 不仅是 尽宗如此 佛法 无论哪个宗派 无论哪个法门 没有例外的 都是建立在 信心的基础上 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而信心 确确实实 很难经历 这个 于过去身中 所修集的 善跟福德应远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成就 不是偶然 也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 过去身中 有善跟福德 这一身中 遇到很好的机缘 那么这一身当中 肯定成就 你遇到真正 善知识 对善知识的教诲 深信不疑 依教奉行 真正从信 到肯定 到欢喜 接受 到落实在自己 生活 行持当中 这个信 才有根 根 它才能够生长 这个生长 是长道心的 菩提心 增长了 那 剑中 所具有的 是 无上 大菩提心 这是 欧耶大师 在要节里头 所说的 渐渐 渐渐的 幸运 求生 西方 极乐世界 这个现实 无上 大菩提心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咋跟 从这个地方 认真 修训 为什么 别人能信 我不能信 为什么 别人不怀疑 我怀疑 都去想想 追随 说 古来的 祖师 大德 近代的 英邦大师 明末 清楚的时候 怜疵 大师 偶遗 大师 都是我们 最好的 伴 值得我们 学习 值得我们 效法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